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自己动手改造一下外文表笔 我们看一下自带的外文表笔 它不是特间的 我本来想从网上买个特间的 特间的后面考虑它硬度也不够 用短时间很容易舌掉 所以我们自己给它改造一下 如果不改造的话 我们看一下测量电磁路主板 我们都知道它外表有一层氢气 在我们测量的时候 它刺不透这个氢气 它就没有办法测量 还有我们在测量这种精密主板的时候 也是像这些 看一下这些都是排组 它个头比较小 因为这个尖比较顿 然后也比较粗 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测量 看这个表笔这个尖这么粗 和这个原件还要大 我们在测量这个脚位的时候 就没有测量的这么准确 为了让这个表笔更好用一点 我们就是在家里边 找两个缝衣服的针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就是缝衣服的针 给它剪断了一绝 然后留前面这个带尖的这部分 我们给它绑在这个 弯弯表笔这个尖上面 然后我们找一个废的电线 我们把这外皮给它剥掉 剥掉以后 我们用这个细的铜丝 给它缠上面 我们先把这个铜线给剥出来 剥好铜线以后 我们抽出来几根 用这个铜线给它 都缠绕在上面 绑好一个后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也绑上 我们看一下 现在两个已经都绑好了 绑好之后 我们用烙铁给它在这 逗它焊一下 给它度点焊锡 焊一下然后就结实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针还会掉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已经都焊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套个热缩管 这样的话就稍微美观一点了 做好以后 我们再测量小元件的时候 就能量的比较准确一点了 包括这个电子路主板也是一样 就可以直接刺透这个清漆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